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云南的昆明市去参加一场飘移比赛 那么这场比赛呢是由格式电池大力赞助的 然后比赛的地点呢是位于我们的云南省的一个顶尖RC俱乐部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次比赛的一个场地是使用了一个日本比较流行的P砖 同时这次的比赛呢不仅有单走和追走赛 另外呢还新增了一个追走的拉龙赛系列 那么我们现在废话不多说 有请我们的一哥来介绍一下这个飘移场地 那么现在有请我们昆明的一哥来去让我们来大家来介绍一下 然后我们一些飘移场的一些细节吧 好那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一部分呢 就是我们临时把这个文车场地给拆掉 拆掉之后作为一个赛源的一个P位 因为这次报名的人数超过了我们的一个计划 所以没办法得把这块场地空出来 不然没有调节 然后这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主场地 主场地的话也是我们上个月才正式完工的 之前呢是一块地毯厂 而且的话这边还没有那么大 那边本来之前是我们的一个VIP包房 但是后面我们嫌场地的直到不够 所以我们又给它拆了 拆了之后做了一个钢架 然后把它提起来 下面刚好有一个像隧道感觉一样的感觉 然后主要是为了让这个直到能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状态 能抛的出去 然后丢一些比较大的一个角度 然后P砖也是这次新弄 然后重新搞的 看一下P砖 它这个是一块一块贴上去的 对一块一块我们没有直接粘在上面 而是在背面用了一个胶带 给它四块拼成一块之后 给它放上去 就是便移之后的一些调整 然后坏了的话也容易更坏 然后这个灯也是我们最近请顶尖这边的工程师 自己DIY的一个感应灯 它是用的是一个什么原理 其实它就是一个红外的一个感应器 感应器然后接电容之后的一个灯泡 这个的话也是看那个阿峰的教程 自己学着搞出来的 就是说目的也是让大家 哪怕在一个人单走的时候 也有一个好的一个衡量 就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去走 走得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也是一个自我训练的一个标准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 我们自己的一个区位 把我们自己喜欢的东西 也给它加入了一个进去 好 我们上来看一下 然后上来这个位置呢 刚好我放了一台我自己闲置的赛车模拟器 然后也可以练一下飘鱼 之前我的飘鱼就这么练的了 然后这边就是我的工位 一哥的工位 哇 哈哈 一哥 一哥的背包都摆不下 对 上面还有 主要是放在家里 现在孩子小 怕被他们给弄坏的 这些是越野的是吗 对 越野的 然后从上面坐在这里喝杯小小茶 然后看着朋友在下面飘着也蛮舒服的 就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来到我们昆明的顶尖模型场地 我们来感受一下我们的飘移 和我们一起愉快地玩耍 那我也欢迎Parker 这一次带着黑龙太子跟你们一起过来 也希望你们能够拿到自己满意的一个成绩 感谢一哥这次的安排 然后也欢迎一哥的话 然后多来广东 那肯定 大家一起来 那肯定 对对对对对 非常感谢一哥的介绍 谢谢大家 OK 那么这次的比赛呢 是邀请到了许多来自五湖四海的车手 那么其中呢 我们也见到了非常多熟悉的身影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邀请他们 介绍一下他们这次参赛的车子吧 我们这次比赛介绍一下选手啊 我们唐总 然后这次唐总带来一台什么赛车 Ukomo的MD1.0 老演员了 又是小瑞特条 车壳还是我们的老演员 RCBC决赛壳 你做指教 信你个鬼 哈哈哈 来看一下 你是新手小堂 哈哈哈 刚已经拍过了 然后看一下这次你用什么车架 你好 龙先生 哈哈哈 这是禁止选手要用什么车架参赛 这是进程的KCR 哇 KCR 哇 哇又是全OP的一个状态 看到没有 哇 失败的眼泪 失败的眼泪 哇 羡慕羡慕 好 竹女比赛有个好成绩 龙哥 0秒才放箭 我们的上海代表杀手大佬 传说中的杀手大佬 然后来介绍一下这次他比赛的一个车辆啊 好 这次 算是从日本偷带回来的一些设定啊 所以我姐姐又说 让我们学习一下偷一下金 哈哈哈 超小的尺比啊 就现在中尺比6.0 6.0的一个尺比 30度的机械镜角 然后布斯特22度 特勃42度 拉满 太 太 哈勿啊 门校战士越高越热绕越抓啊 牛逼 大马力 大马力 白给起来也更快啊 什么都快 牛逼 大力飞转 大力出奇迹啊 从这个大力 然后看一下 居然还有防清干的里面 GRAVE-D的电条 GRAVE-D的马达 强迫阵啊 错一套 哦 就全套 舵机跟陀螺仪都没一套 不行啊 你知道吗 哈哈 就一定得一套啊 5.0 就舵机跟陀螺仪是福他把 全家桶 然后看一下车头 哦 车头也有防清杆 这是有什么作用吗 为了第一把丢出去之后 能横向冠线 希望它能滑得更远 而不是第一时间抓住 因为持平小 就轮上反扭 抬点头会很剧烈 进弯那一下 重杀 头会点的太重 会点头 对 然后进弯会进不顺 会定头 所以我希望防清杆 把定头的率 卸掉了一点 能让它弯里冲 原来是这样 看到炸老的车架 都是有黑科技的 防前后都是防清杆 然后这是一台 看车头是一台YD 看转向左看又是个RDS的 哇操 混啊 混啊 混血车架 所以这原来是台YD 对 这原来是台DX 然后改了RD 噢 我就说 用的Overdose的轮车架 牛逼 OD的被RDS的转向组 然后YD2 ZS的一个车架 牛逼 牛逼 很有特点 很有自己的想法 那么就感谢我们大老 祝大老有一个很好成绩 好 谢谢 那么我们第一天的赛程呢 就是有一个拉龙赛 然后第二天呢 才是我们的单走和追走的决赛 那么现在呢 就让我们欣赏一下拉龙赛前三的表演吧 那么首先上场的呢 就是我们这次拉龙比赛的冠军 就是我们的天津车队 可以看到头车的话呢 是由我们的金子在带领 然后中间这车的话是我们的唐总 最后的一台车是来自北京的黄瓜 可以看到他们整体的配合度是比较高的 那么这次的拉龙比赛最后也有一项非常特别的项目 那就是花式停车摆排 那么接下来上场的呢 就是我们的拉龙赛亚军 就是我们的上海车队 大家可以看到头车的话呢 是由Nel去带的头 然后中间的车呢 就是杀手 然后最尾的后车呢 是我们的土木选手 可以看到他们的整体的角度是比较大的 而且同步性也很好 那么最后上场的呢 就是我们的这次拉龙比赛季军 南宁车队 然后我们的头车呢 是由我们的阿善去驾驶的 中间的车呢 是小怪 然后最尾的墨车呢 是李教练 大家可以看到呢 他们这次比赛是使用了一个铜拉花的队壳 让整体的观赏性呢 提升了不少 我们下期再见